《银翼杀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科幻电影 电影在1982年上映 故事发生在2019年的洛杉矶 天空下着酸雨 汽车在其中飞驰而过 人类已经能够制造复制人 用于太空探索和各类危险工作 而复制人也进化出了自己的思维 开始发起叛乱 试图摆脱人类的控制 那个时代的人类大脑中憧憬的是 太空旅行 星际扩张 机器人 外星生物 半个世纪后的人类似乎不再对太空感兴趣了 他们更多愿意做的事情是 刷插手机 看看搞笑视频 度过轻松的一天 现在投资界的香波波特斯拉 做的业务是电动汽车 是一个既不新奇也不科幻的产品 近半个世纪以来 实用科学几乎没有太多让人兴奋的发明 有人指出主要的原因是 手机和网络被人们广泛使用 太多人的经历被社交网络和各种贩卖欲望填满 投资界也是如此 实用科学任务于奶头乐产品 投资科学研究产品 耗费资金多 回报周期长 投资人可能在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回报 这根本比不上消费类产品 3-5年就可以做上市赚钱 所以当我看到一家飞行汽车公司上市了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8月11日 美国飞行汽车企业 Gelby在纽交所上市 上市开盘价9.26美元 当天上涨了33% 到13.4美元 总市值11.5亿美元 目前是全球估值最高的飞行汽车企业 Gelby在2009年成立 刚开始公司只有7个工程师 主要研究的方向是飞行汽车电机 飞行控制系统 2012年开始 Gelby开始和美国航空航天局 合作开发电动飞行器 2021年7月27日 Gelby放出了一段飞行汽车是非的视频 飞行汽车在空中一共飞行了77分钟 248公里 速度接近每小时200公里 而且噪声不到45分贝 和我们平时室内交谈的声音大小也差不多 Gelby的这个飞行汽车 其实长得很像大号的无人机 有网友调侃 如果大疆进入到飞行汽车行业 是不是会大有作为 Gelby计划在2024年 获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认证 进行飞行汽车的商业化运营 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飞行汽车产品 获得民航部门的认证 Gelby除了自己制造飞行汽车 同时还担任了航空公司的角色 运营出租自己生产的飞行汽车 也就是开一家飞行汽车的出租公司 大家可以像打车一样打飞行汽车 飞行汽车目前也开始引起 传统汽车厂商的注意 比如丰田 现代 通用 小鹏 吉利 都已经进入到相关的领域 中国目前有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所谓飞行汽车公司 E航 在2021年2月 由美国的做空机构发布一份 33月的报告 只占一行签署 虚假的销售合同 那么飞行汽车的前景如何呢 有人说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古改 首先是安全问题 90%的在2D平面 汽车都开不好的人 你指望他们能在3D空间里 把飞机开好 所以飞行汽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安全 毕竟开飞行汽车 基本等同于开飞机 玩过微软飞行模拟器的小伙伴就知道 开飞机有多难 如果想要让飞行汽车走进大众 有两个解决思路 一个是开发全自动驾驶技术 这个技术要求比全自动驾驶汽车还要高 短期内肯定是无法实现的 另一个思路是飞行汽车做空中租车公司 由专门培训过的飞行员来驾驶飞行汽车 乘客在手机APP预约时间和地点 就像打车一样 短期内飞行汽车肯定还只会是富豪的玩具 就像早期的特斯拉一样 只能被少数人接触 而现在特斯拉已经走进大众 飞行汽车走进大众 还有很远的路 但并不是不现实的 毕竟这是一个世界首富已经上太空的时代 那么大家对飞行汽车有什么看法呢 是真的有前景还只是一个噱头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自己的看法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